让您破费感破费 谢谢大家 谢谢 小哥风卖场 灌1.91票房 黄泉哄台三倍价 晚了晚了 再说一声 明天见 金嗓歌王小哥非欲亲 宣布明年要推出演艺圈 是说美声丰漫这等大事 纷纷怎能错过他最后的演出呢 这三号中午12点门票一开卖 两岸立马掀起小哥之乱 演唱会明年2月8号9号 在台北小巨蛋 5月11号则是南下到高雄巨蛋演出 5月18 19再唱回台北 总计5万张票居然在21分钟内 被抢购一空 预估票房约1.91元台币 只是在开卖不到10分钟 就有黄牛在网路转售 票价涨了2到4倍之多 最便宜的800元 喊到3600元 4800和6800的门票 也被轰抬到10699元转售 这次的演唱会呢 一直告诉自己要好好享受 在台上的每一刻 想弄出二姐丰漫的盛况 粉丝强票还差点造成暴动 被说是将会失变 原定举办16场 直接加好加满到26场 最后缔造10亿票房传奇 最近这回小哥的缝满演唱会 首播只有5场 归求小哥在家场啊 娱乐动新闻 多唱几首歌 那是最直接的一种 答谢的方式 报道